第一位,热碗榜第一位 我好奇的是西田奴叶 这个是什么湖匙 我认识的商餐有莫大的不同 最大的地方是骨子很多 不是很漂亮 是把田园风的东西带进来 骨子很特别,新派的商餐 今天来到珠江山城 这家餐的名字叫商种 有同事来这家餐的商种 可以颠覆了他对商种的认知 究竟这家餐有什么个人之处 我认识张种 这是我们西田人之中 在湖南有做冷场 这就是我们冷场场景 这个是您 这个是我真的当时就坐在农田里面 我们就坐在冷田里吃饭的 这个很爽 我们所有的食材 特别是我们四大弊点产品 都是来自于我们冷场的 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冷场的花猪肉 整一坨就是冷烟熏 这个我们都吃了三个月 都有三个月的了 明白明不知久 当年在清朝年间是称为湖南的更久 供久给皇上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西田花猪肉 猪肉 我们指使 因为这个猪肉 它是吃米昌和米汉长大的 位的时间特别长 我们就位一年 同时我们取这个肉的部位 只取猪井肉 因为它稀嫩 香而且那个地方 而且回甜 这个鱼呢 叫鹅花鱼 在稻田里面吃稻花长大的 哇厉害 这只有我们家才有了 这个是什么 萝卜苗 吃完所有油腻的东西吃不到 有一种清肠道的东西 能解一解 只有我们家有 每天清晨四点都运过来的 张总跟你走了一圈 发现你们这边的对食材的要求 真的有一点讲究在当中 一个是品质 另外一个是新鲜 看这个鱼就知道 明白 猪肉就知道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复合调料 没有味精 所以不新鲜都不行 他是选用我们农家山洋 280天以上的素质 280天 哇 大半年了 是的 这些吃饭就开心了 起码有个美女在跟你沟通 是差很远 各位来了 我不客气了 原来湖南人和广东人一样 对食鸡的追求 其实都不是很浓烈的味道 是吃鸡本身的滋味 这个会吃得出 用到盐 隔水蒸熟的说话 盐的作用是把鸡的味道带出来 所以你进口的时候 鸡味是很浓浓的 一样东西 它会和我们 我们讲到的水蒸鸡 隔水蒸鸡有几分相似 鸡味香 这个做得到 可以 好吃 鸡汤 萝卜苗 每天凌晨4点 新鲜采摘 哇 非约680公里 为您呈现 多远 680公里 湖南这边 对 晒至5到10天就可以吃 太棒了 太棒了 这个太不合广东人的清淡原味 感激原味 这个好吃 很爽脆 每一条萝卜叶 在牙尖上 断开 那种很好喝 很有趣的感觉 最后有少许多叶 有少许多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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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的 饭 豆跟鱼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刚才听到里面有负责人说 基本上是和 农作物一起长大 放入鱼肉 收割时 收起鱼肉 鱼肉 比我常吃的鱼肉更加细腻 更嫩滑 它有特色所在 它用的是辣椒和紫鬆 这两种东西 你吃过炒田鲍 永远有一种很轻型的香味 这种味道 再加上鱼肉 那种鲜味 很淡 这个我喜欢的 所有人吃过当中 香菜就是辣的 连芭菜都是辣的 对 那今天我们的香菜有点不一样 香菜其实是百菜百味 每一个菜都能够吃出它的本味 在我的 我是做厨师出身 那么我对香菜的理解 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边会不会说 卖的贵一点呢 所谓的 也不会 也不会 我们有一种经营的理念 就是做品质生活的推荐者 那么品质生活 我们从食材的品质 服务的品质 装修的品质来讲 是吧 都以品质来代替 双重一场 杜田里面的盛宴 第一家科运店 表达的情怀温度 或者意境 是在杜田里面用餐 而第二家乔音店 延伸的 是表达了 是在杜田里面 一边煮饭 一边用餐 双重这间餐厅 的而且跟我以往吃过的 香菜有点不同 它是真的将湖南那种 香村的文化 香村的状态 大了过来的 坐在这间餐厅吃饭 不讲装修 厨师真的好像在农田里煮饭 你又好像坐在农田里吃饭 这个是挺有趣的 之外 原材料 原材料都是来自于农场 原材料是有保证的 说回性价比方面 这餐饭真心不便宜 但是 吃出了精致 别致 高端的 这种体验 如果你是一个 有品质追求的人 这家餐厅 我相信挺适合你的 最后请你记住 姚大秋 是要代替全世界的人